每一次,我去拜訪你和弟兄的爸爸媽媽 他們總是不斷的跟我說 希望他們的小孩 是最後一個殉職的消防員 以後,這些消防弟兄 最好都沒有人受傷 不只是我兒子不要受傷 最好人都沒有受傷 進去的時候,因為他裡面有人 然後又有天然氣 所以進去的時候 好,我們射水,之後他就泡了 好,射水 包容三腰,開始射水 包容三腰就到了 好,射水 李! 立法 我聽他們說 每天是因為 雲天車射水 所以才會引發暴人 要不然羊不會出事對不對 怎麼可能 那當時 因為我們知道是有過氧化物 不能用水 所以我們沒要用乾性的物質去 進去 乾粉去進去 現場還沒有射水 旁白哥報報 屏東大爆炸對照火神的眼淚 十年三十多名永消英工殉職 是9月22號傍晚 經濟過屏東加工出口區的 高爾夫球工廠爆炸 造成四名消防隊員殉職 其中包含從新竹調到屏東的賴俊儒 我真的太突然不捨得 做生這種事情 我們家屬只要快一點都來 就是命 以後 這些消防弟兄 隊友都不能受傷 不只是我兒子不要受難 任何人都不要受難 受難這家屬不怪任何人 但有件事情很奇怪 進去的時候 因為他裡面有 然後又有天然氣 所以進去的時候 他 我們射水之後他就泡了 事發當晚消防局長說有射水 網友感慨限時還原台具火神的眼淚 好 射水 包容三腰開始射水 包容三腰都到了 但隔天他和縣長收集更多情報後 一起改口了 因為我們知道是有過氧化物 不能用水 所以我們沒要用乾性的物質去 進去 乾粉去進去 現場還沒有射水 縣長今天出事 有傳出一些經過嗎 有解過嗎 好 先跟大家報告 好 我們這個部份就請消防局長來跟大家說明 他有告知說有過氧化劑 所以我們就知道過氧化劑它是進水的 所以我們準備用乾粉來滅火 但是我們進入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小爆炸 那我們就現場主委官就有喊要撤退 但是還沒撤退就有第二個大爆炸 台灣近10年已有30多名消防隊員 殉職人聲如戲 憾事不斷上演 各位 就是我們三位殉職弟兄 也是他們口中所謂的意外 對嗎 先不得難 腐性不斷 大家也可以從新聞事件學習認識火災 不只化學物品浴水會閃燃 家裡廚房的油鍋也會 您看片中這位老兄拿飲用水 撞進長燒子裡 3例娛樂新聞又上了一刻 報告